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改島的時間啦 今天我們要來延續上一集 來佈置檸檬納加級周邊的位置 因為上一集我們已經把山壁都給挖好了 今天我們就只要把地鋪一鋪 花草樹木種一種 家具拿出來擺一擺就可以了 聽起來超級簡單的對不對 那我們馬上開始動手做吧 首先我們先從鋪地板開始 延續上一次 從耳光加鋪過來的這條路 再繼續往裡面鋪 房子門口一樣使用木板設計 樓梯前改用石頭路設計 這兩個設計真的是太萬用了 完成路面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在空的地方種植樹木了 一樣隨意的把樹種在四周 再用果樹卡住他們生長 這部分因為跟上一集種樹的部分大同小異 就給大家稍微看一下示意畫面唷 絕對不是因為我沒有錄到影片才跳過的 右側這邊我們全部拿來種植水果 讓這裡變成島上的果園 而且被各種水果包圍的房子感覺起來就很夢幻吧 我還不小心在種的時候 抓到了去年一直沒有抓到的殘腿 賺到了 再來布置檸檬納房子周邊吧 這裡我先放一個比較高的可可樹在最裡面 用一個交叉柵欄來劃分一下區域 放上圍形圖書館 木製編桌 上面放個桌燈 再放個木製凳子 桌燈跟凳子的花色選擇上 是選用跟檸檬納房子屋頂同色系的設計 再放上一疊古書的書堆 這裡就變成檸檬納閱讀的空間啦 另外這邊我要來放個原木長椅 不知道要放什麼時候就放牠的木桶 蘑菇樹幹 上面再放個十二里葡萄 木桶上我們再擺個樹果燈吧 這裡放個迷你生態池 超讚的戶外休息區 我們再加種一些橘色的玫瑰花 檸檬納加整個就變得很溫馨了對吧 第二層這邊我們來放個樹果拱門 還有一些樹果傢俱 接下來我來佈置最上層的地方 這裡我打算用一堆星星傢俱 讓這邊變得閃亮亮的 用橘色及黃色這種比較溫暖顏色的星光 散落在第三層的位置 這邊我留了一個很大的空間要來鋪地毯 然後我們來放個星月椅 再放上個兒童帳篷 太適合窝在這邊看星空了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來寫生一下昆蟲 鋪完地毯後我們放個星月椅 佈置個星星時鐘 再多做一些藍色與綠色的星星時鐘 我們把它分散在各處 轉向背面就變成了比較少顆的星光 我們可以再丟棄一些星星碎片在地上 這樣地板上就有三種不同大小的星星喔 多個馬克杯 接著我要用高空磚塊 一根磚塊來連接這兩塊高處的空間 空中磚塊上面我還可以放個蝴蝶的模型 加個看不出樣子的蜈蚣玩久 這個是要騙西施惠給我們分數的 這裡裝個觀光望遠鏡 種橘色玉金香在第二層的位置 第三層我們再多種一些橘色波斯菊 第二層往第三層中間的走道 我們來鋪一些石頭路吧 種一些玲瀾花 這個小空間我們放個養蜂香 隔邊放個洗衣噴 雖然這個角度根本看不到它 但心意很重要 加些綠色落葉在地上 今天的改島就完成啦 好久不見 而且它跟著它 就是為了 儘管的火候 柳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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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光跟檸檬娜的家我佈置得很開心 第三層的佈置我自己也好喜歡 即使在影片錄好後我自己又來來回回調整了好幾次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樣的風格 目前差不多已經快要完成一半了 下一集預計要來打造遠人的家 希望大家也要記得過來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或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那我們下次改道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